Baby Bus 白马王子臭屁案 亲爱的白雪公主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 好处啊 快出来了 快出来了 我等等我 拉不拉多警察 白马先生 请抱抱我呀 你先不要着急 慢慢说 我会一直放屁 是因为有人故意陷害我呀 什么 请你一定要抓住他 放心吧 没有我拉不拉多警察 解决不了的案件 陷害我的人 就是他 大象厨师 我上台前还好好的 吃了你做的蛋糕 就拉肚子了 你自己拉肚子 为什么要关在我头上 一定是你在我的蛋糕里下了毒 要不然 我怎么会突然拉肚子 你一定是嫉妒我长得帅 就陷害我 你 你胡说八道 可恶的大象 竟然还敢袭击我 快把他抓起来 等等 不是大象 什么 什么 从这些用过的盘子数量来看 很多人都吃了蛋糕 但只有白马拉肚子 证明蛋糕没有毒 我就说嘛 还是拉不拉多警察讲道理 对吧 我这 白马先生 出了蛋糕 你今天还吃过什么 还吃过 白马 我想起来了 找到了 今天斑马给了我一片披萨 就在这里 拉不拉多警察 斑马 他一直想要顶敌我 演出白马王子 一定 是他在披萨里下了毒 下毒 我没有 你平时一定很嫉妒我 所以才会 在给我吃的披萨里下毒 我无法上场 你就可以代替我演出王子了 我没有 我长得帅 演王子 又有什么做呢 你 你冤枉我 你们别吵了 有没有下毒 检验一下就知道了 交给我吧 你 别不住了 算了 不歇没差了 好饿 甜甜圈 白马先生 上完厕所 要先洗手才能吃东西哦 没差 不甘不敬 吃了没病了 宝哥 拉不拉的警长 前次发现 披萨表面有害细菌 严重超标 斑马 果然是你呀 这怎么可能 斑马 没有下毒 造成白马 拉肚子的人 是他自己 我 我怎么会给自己下毒啊 检验报告上显示 有害细菌都集中在手指接触过的部分 我想 这些细菌 就来自白马手上 白马刚才吃甜甜圈钱就没洗手 手上的有害细菌 通过食物 进入身体 所以他才会拉肚子 我马上就去洗手 我再也不想当冲碧王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我们手上有很多戏剧 除了吃饭前和上厕所后要洗手 外出玩耍 乘坐大众交通工具等 都必须要洗手 因为不洗手 病菌就会趁机进入体内 我们就会生病 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 勤洗手的好习惯哦 喜欢我们 记得点这里按赞哟 鸭子家的 施火按 好烫啊 救命呀 救命呀 哇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救命呀 拉布拉多警长 我是鸭子奶奶 我们这里失火了 鸭子奶奶 您别急 我先帮您打给消防队 我们马上就到 你找我啊 拉不拉都行走 我可怜的孙子 屁股就差点烧焦了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 把纵火犯抓起来呀 鸭子奶奶 您说这是一件人为纵火案 当然了 拉不拉都警长 上次这里失火 就是因为斑马在暖路上 红臭袜子了 没错 这回肯定要是斑马干的 我差点就被煮熟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早就不靠袜子了 你看 我看 我的袜子都在这里了 大家放心吧 我一定会找出真相的 渡冰 我们先去斑马家看看 是 好臭 好臭啊 斑马家只有掉床被烧 不是这次火灾的起火点 接下来去青蛙家 去发生了 连石 000 马哥 幼哥 青蛙家只会有一尸的帘子被烧 不是斑马 也不是青蛙 那就只剩鸭子家了 到处都被烧了 看来这里才是起火点 我好像闻到了正确的味道 我想答案就在床顶 又到我大写身手的时候了 打火区 玩具 玩具 我的玩具 真相就是 造成火灾的人 是小鸭子 这怎么可能 小鸭子 你刚刚是怎么玩这个的呀 我 刚刚我 就是这样 天啊 原来是这样 天哪 真没想到呀 小鸭子 打火机不是玩具 火是很危险的东西 下次记得不可以玩咯 我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敢玩火了 再玩火 我 我就别想搞鸭子 安全警长 119 找消防员来帮忙 汪 犀牛弟弟被抓走了 柳丁 香蕉 香蕉 坏了一半的苹果 哇 拉不拉多警长 你太厉害了 这没什么 我还闻到 你已经有三天 没洗澡了 你好 我是拉不拉多警长 拉不拉多警长 小犀牛弟弟被怪兽抓走了 过来帮帮我们 怪兽 小朋友 别着急 我们马上就到 嗯 拉不拉多警长 你们说 小犀牛弟弟被怪兽抓走了 是怎么回事呀 就是 我们一起玩种蜜蜜 可是后来 我们找了好多地方 却怎么都找不到它了 嗯 嗯 嗯 听奶奶说 有个怪兽 专门抓不爱干净的小孩 小犀牛弟弟的脚那么丑 我们觉得 他一定是被怪兽抓走了 小朋友们 世界上是没有怪兽的 等等 你说他有脚臭 这可是重要线索 我们寻找脚臭 也许就能找到小犀牛弟弟 脚臭 我闻到了 太臭了 鞋正厕所不冲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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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闻到了线索的味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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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原来只是臭鞋子 哦 我肯定 小犀牛就藏在这里 哦 小犀牛弟弟别担心 警察叔叔来救你啦 我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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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为你被怪兽抓走了 刚刚穿迷藏的时候 我觉得躲在柜子里 你们就找不到我了 可是里面又黑又门 我想要出去 门去 追不开了 好可怕呀 小犀牛弟弟 捉迷藏食躲在柜子 是很危险的哦 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哦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捉迷藏食要小心 不能躲在柜子或者箱子里 以免缺氧昏迷 也不能躲在沙发下或者夹缝中 以免被卡住 更不能躲在楼梯或阳台 以免跌倒坠落 我们绝对不能藏在危险的地方哦 喂 喂